嗨,我是宝可梦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节目 也欢迎你先订阅我们的频道 然后也别忘了五星评价哦 今天的主题是 玉山Uber信用卡 2022年最新权益来咯 讨论度最高的一些通路都放进去 好像Spotify也是 嗨,我是宝可梦 欢迎回到宝可梦卡号 我们今天来跟大家聊一下信用卡 大家都知道 其实跟红利点数或里程比起来 大家最喜欢的是现金回馈 现金回馈在三年前 有一张卡片非常厉害 叫做玉山Uber卡 这张卡片也是把玉山银行拱上 就是大家最喜欢 然后回馈最棒的神级银行的宝座 这是在2019年时候的事情 当然自从2020年 他们自己上面的信用卡 信用卡上面的主管换人之后 其实他的回馈的方式 都已经改悬意测 跟以前不一样 今天要来跟大家讲的就是 已经发行三年的玉山Uber卡 它最后改成了什么样子 玉山Uber卡当初推出来的数字 大家应该都要来记得 15820 就是国内1% 然后指定通路5%就是网购 然后还有个8%的部分 好像是超商 超商是8%回馈 那20%回馈是什么 20%回馈是电影消费 所以那时候这张卡片非常的厉害 尤其是这个15820里面的5 这个网购5%呢 其实是很厉害的 尤其他那时候是一个月上线 可以刷到1万2 就是拿到600回馈 所以大家都是很长 他这张卡片还做网购 但你现在看一看就是 现在有没有什么网购神卡 几乎都没有了 就是很少有这种10%的 10%的卡片其实就中心英雄联盟信用卡 但是2022年已成绝想就没有了 那现在呢 他已经做了一个新的年度公告 玉山玉贝尔卡做了新的年度公告 我们就来看看他的权益变成怎么样 他的权益走期呢 是从3月1号走到2023年的2月28号 刚好是一整年 所以你现在有这张卡片的呢 你就必须要去关注一下咯 第一个 雄一般基本回馈 雄一般基本回馈呢 指的就是国内外一般刷卡消费 想一%现金回馈 那你想一下 有没有什么信用卡是高于1%现金回馈的 其实蛮多的 他被附放这一卡 无脑刷就2% 点数回馈无上限 或者是永丰大户至少也有2% 就是国内2%海外3%的部分 但当然有个前提 就是要放10万块可能往来 所以还是有一点点的条件限制 但是如果这对你来说是不成困扰 那你其实可以使用永丰大户卡 毕竟他的回馈率比较高 那一般如果是学生族群或者是比较 没有那么多钱的人 他可能就没有办法用大户了 毕竟10万块对于学生来讲 好像还是一个蛮高的门槛 至少我自己的大户Telegram群组里面呢 就有一些人在年初的时候 大家在聊天 他就有讲说 我还在考虑就是这个新的年度 要不要把钱就是放过来大户使用 因为他是学生族群 然后他的钱就是没那么多 那可能全部就是欠欠 好像也没有到10万多 所以其实大户的这个设定呢 就会很明显的把一些学生族群 就是刚好满20岁可以开户的人 然后就是会剔除掉 因为可以开户也不见得可以办一下信用卡 毕竟他没有固定的收入来源之类的 所以是蛮可惜的 那回到我们这边的Uber卡 Uber卡如果你办得下来的话呢 这张卡片就是部分海内外直接一%现金回馈 好是这样子 那也有蛮多卡片都是比这个回馈率再高 好你就可以考虑就是国内外无脑刷 不要用这一张 好那第二个熊熊买下去 好这边指的熊熊买下去 就是所谓的15820的5% 以前呢是网购5% 那现在呢他现在回馈率呢就降到3%了 以前是5% 然后每个月可以刷12000拿600嘛 那后来改成了就是5%每个月 可以刷6000拿300 好那就是越来越少越来越少 那后来呢最近的一次更正是变成3.8% 那每个月可以刷大概5300多 然后可以拿个200刷卡金 那现在呢 好他就在降成了每个月有3%回馈 好那他是1%的这个国内外刷卡 再加上2%加码 所以算起来有3%嘛 那这个额外2%的加码每个月上限一样只有200 好所以回推就是你大概是刷1万块可以拿300 好就是100加200这样子 好所以这个数字呢 呃跟上一个档次比起来 好就是现在228以前在走的这个档期 有一个缺点 好就是回馈率降低 有一个优点 那就是他的每个月可以刷的上限 好有5000多这个扩增到1万块钱 好但是呢你拿的这个总回馈金是一样的 好就是你就自己要自己去衡量一下说 哎呃3%的卡片 你要用在网购 有没有更好的选择 啊如果你还是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那你还是可以去继续使用这张卡片 那他的游戏规则呢跟之前都一样 好就是你绑在行动支付上面 只要是非实体过卡 好都有3%的回馈 好大概是这个样子 好那还有一个叫做熊熊就上瘾 好熊熊就上瘾这个就是说 指定的娱乐跟影音平台 像迪士尼plus 然后你看 现在其实越来越多的信用卡 在新的优惠权益更新时 就会把迪士尼plus这个平台给纳入 因为他其实是最夯的 但是在去年11月上线的时候 我记得是11月4号吧 就没有任何一家银行是支援他的 好所以这个就没办法 因为银行的年度都是 以半年一年再走 所以就是时间到他才会更新权益 那他们会把时下年轻人 好或者是网路上讨论最有声量 讨论度最高的一些通路都放进去 好像spotify也是 这两三年开始 大家很习惯就是线上听串流 然后他把它加进去 好那像apple music也是 那在这边的话呢 这张卡片的熊熊就上瘾 他有的通路就是只有五个 迪士尼plus 任天堂 playstation netflix跟spotify 好就是只有这五个 好那 非这五个通路的就拿不到13% 好这13%的话呢 他一个月呢 一样上限是200 所以回推大概是刷1538左右的订阅 可以拿到这个200的刷卡回馈金 好但是呢 因为他这个1500的门槛其实有点低 好如果你刚好现在这个月 就是所有的这个订购费都一次勤款的话 你可能就爆掉就没了 因为超过1538元以上的回馈 就是零回馈 他的游戏规则都这样 额外加码的部分 超过的话一律都不给 好所以这是蛮严苛的 好连1%都没有 好所以你们要 就是自己去衡量一下 好就是超过这个数字就不要再刷了 好或者是你可以考虑使用英雄联盟信用卡 好它包含的这些数位的指定通路 比玉山Uber卡还要多很多 然后每个月可以刷3333元 那至少可以拿到的是333的回馈 好也是比这张卡片大概高了快 接近一倍的这个coda 好你就可以自己稍微平均分配一下 那再来呢有一个比较特别的 就是玉山Uber它有三种不同颜色 一开始是黄熊跟黑熊 那现在多了一个粉熊 这个粉熊大概也是推出第二年的时候加码做的 所以大部分银行最喜欢做的伎量 叫做旧瓶装新酒 就是产品权益都一样 但是发行了不同新的卡面 借此来吸引消费者的目光 并且增加这个半卡的量 尤其是我们这个每年的观众票选 每一年平均大概台湾都有50张左右的新的卡面推出 然后我每年都会做一个比赛 让大家来参加 然后你来票选就是 当年度银行发行的时候 信用卡里面哪一些最好看哪些最丑 我觉得我们好像也可以做一集Podcast来解释 其实我都有做影片来跟大家说明了 如果你有看的话 你其实用看的也比较清楚 因为用讲的我没有办法一直念大家的留言 但是我做成YouTube的影片 其实是每一个人的留言我都放到上面去了 我其实另外用软体 然后把它大家留言都做起来 所以这边是很完整的简报 你有兴趣 其实你去看那个应该会比较清楚 我用讲的你可能听听就过去了 比较可惜一点 但是你会发现银行很喜欢使用这种新的卡面 作为一个行销曝光的伎量 那包括就是我们三月份也会有一张玉山的信用卡 是旧瓶装新旧的 那到底是哪一张信用卡会推出好几个不同的卡面 然后是现在现有的品牌呢 你就可以期待一下 那当然绝对不会是这一张 因为这一张他已经有出过粉熊卡了 暂时不会再有新的卡面这样子 那粉熊卡有什么特别的呢 就是他有一个最高15%回馈 我们之前有做过一篇文章整理 这个iCash 2.0跟iCash Pay 还有Open钱包 它的差异 然后还有它的这个榜卡优惠是什么 有兴趣你用关键字在Google查 就会查得到我写的文章 那这时候呢 我在那篇整理文里面呢 就有写到就是 其实玉山与贝尔卡在很多通路 都有这个10%到15%回馈 包括现在要讲的 这个熊熊爱周末 你只要在六或日的时候 拿这一张粉熊卡 它的iCash 2.0的功能 你在指定通路做消费 都可以有10%的OpenPort点数 那每卡每月回馈上限300点 所以你每个月都可以刷3000 所以你六日的时候 只要在以下指定通路刷卡 都是高回馈的 比如说麦当劳 康世美 星巴克 21世纪 风卫餐 还有库圣石跟多拿茨 那这些通路 其实都是统一的通路 就是你可以使用 iCash 2.0支付的通路 也不错 那还有一个很特别的 叫做熊熊爱加油 你可以持这张粉熊卡的 iCash 2.0功能 那么去统一金工 速迈乐 它的人工岛来汽车加油 这做加油就不行 那么你可以享有 用iCash 2.0功能扣款 有15%的OpenPort点数回 溃物上线 所以你如果不在乎油品 你不觉得说你一定要用种油 你可以接受台亚 你可以接受统一速迈乐 那么很建议你开车 在礼拜天开车的时候 经过速迈乐就去加个油 用这张粉熊卡来做 iCash 2.0的扣款 你可以拿到的是 打85折的折扣 这是蛮多的 这是目前我个人看到 有不错的亮点 就是提供给你参考 那最后你可能会问说 那我已经有这么多卡片了 就是这张卡片还值得留 我觉得你就要去想一下 我们刚刚讲的四个亮点 那这四个亮点 如果你一个都不会用到 那种不分海内外 只刷1%这个就不用看了 但是网购3%你还是会用到的 或者是你绑在行动支付 或者是你搭配绿界科技刷卡 你找不到有什么卡片 有3%以上的 搭这张卡片可以 但是你想想看 有没有3%回馈以上的卡片 可以拥有 像永凤Sport卡 它也是3%点数回馈 它的点数在次次月 折抵账单 是不是也是3%的意思 对 你就可以考虑来使用 甚至你用55688联名卡 当天有搭汽车车 其实你拿来刷卡 是最高2%加5% 就7%回馈 每个月可以刷12000 所以其实有很多卡片的 这个回馈%数也会比这个还高 你就可以自己去做衡量 但是如果你真的是金鱼脑 真的都想不到的话呢 请你就是听过这么多的讲解 挑一张你自己觉得回馈最高的 就无脑用它就好了 你就不需要就是分十几二十个类别 因为在这种情况之下 你只要跑到小七或跑到指定通路 你绝对会忘记你自己做好的 那个你所预设好的要刷什么卡 反正你最后就随便拿一张卡出来刷 那你回馈就比较烂 好所以这一点呢 就是你还是要自己去事先做好功课 先search好一张卡片 比如说我真的觉得富邦这一卡无脑算适合我 那就只用这张卡就好了 那其他我们的节目你就是听听就好 就是这个样子 好那如果你是新户 想要上车的部分推荐吗 我个人就觉得说 你要上车你可能先去看一下 预算现在有没有什么新的 信用卡或者是上车优惠 毕竟他针对不同的信用卡给的都是不同的开户礼 就是新卡礼新护礼 所以你就可以看一下 比如说现在玉山商务预计卡送的新护礼是什么 他送的还是瑞士国铁的这种旅行组 是你喜欢的吗 或者是像玉山拍钱包信用卡 他现在送你的东西可能是PB 可能是300或500PB 那看你要哪一个 那这张Uber卡他的新护礼可能是刷卡金 或者是相关的这些周边赠品 那你看你喜欢哪一个 你就先办下来用 那你先办下第一张 你觉得回馈率不错的手刷礼 那也解完手刷任务之后 再用救护的身份来加办这些其他信用卡就可以了 那也有人会问 就是那有那个MGM活动吗 因为大家都想说 MGM跟团的话 除了银行的好康都拿得到 宝可梦还会再给吗 那我必须跟你讲 就是玉山卡其实这两年变得很烂 所以我真的没有为他特别举办MGM 尤其他的MGM都会要求说 你们新护礼一定要拿这张卡片 再多刷一万块钱 然后我才能够拿得到推荐奖金 那我如果办这个活动 我势必会要求你们要去刷到一万块 那这其实门槛有点高 我就觉得有点于心不忍 我觉得这样实在是太可怜了 因为大家就是一个月的花费可能没有那么多 但是为了要这个又扩张消费 真的还蛮可惜的 所以我就比较不会去推荐 就是大家来办玉山的信用卡 毕竟他的回馈现在已经不如以往 然后他的MGM的门槛要那么高 我就不太推荐这样子 听完这一集之后呢 我希望大家能够有几个思考 第一个就是手上有这张卡片的 想一下还要不要用 不要用就把它冰着或者是剪掉 那第二个如果你是新护的话呢 选择适合自己或喜欢的手刷笔 然后先上车之后再来加班这张卡片使用 所以这个还是大家要去想清楚的 但如果你真的都用不到的 你也可以考虑把它全部都剪光 然后等到半年一年之后你成为新户 说不定还有更多的好康在等着你 这个跟银行就不用再讲那个情意了 就没有差 好那如果你有任何的问题 或任何的想法 也欢迎你就是到粉丝也许讯我 或者是留言 或者是donate都可以 我们有看到的话都会在做节目 跟大家回报 我是宝可梦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